大家好,我是王狗 對,我現在看起來可能沒有什麼精神 因為我剛剛在睡覺 然後我被一個很大聲的噗的聲音吵醒 那我剛剛有出去看 我媽說她也有聽到 那也不可能是我家的狗 因為我家的狗就這麼小的意思而已 它不會發出這麼大的聲音 那我就趁這個機會 來進行一個都市傳說 搞不好等一下會拍到什麼東西 這個都市傳說就是要在凌晨的時候進行 它的名字叫做法仙 那法仙的玩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在凌晨的時候 摘下自己的三根頭髮 用大火機點燃 點燃之後的灰不要清理 接著就去睡覺 據說你睡到一半的時候 會感覺有人在摸你的頭 這個時候千萬千萬不要張開眼睛 也千萬不要發出任何聲音 因為摸你的那個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的靈魂 如果你隨便發出聲音的話 很有可能把他嚇跑 OK 那我們開始挑戰吧 GO 我們攝影機也加好 我們現在先來剪頭髮吧 剪三根嗎 一根 我剪了一撮耶 燒一撮搞不好就沒有用 所以我選三根來燒就好 好 六、三根 一、二、三 OK 我現在來燒頭髮 把它燒得徹底一點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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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 真的有灰 你們看 頭髮的灰 這些都是 而且還有很重的燒焦味 OK 那我們現在去睡覺吧 GO 好 大家好 我現在要去睡覺了 可是我要開著這個小園燈 因為不開的話 什麼東西都拍不到 看人家可不可以錄到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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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 ... 大家好,現在是我們後續改變的時間啦 現在就是我剛剛錄影結束的十分鐘後左右 為什麼我剛剛會突然進行呢? 因為雖然我剛剛談下去很快就睡著 可是... 其實還沒睡著的時候 精神是一直都是很緊繃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氣氛很凝重 所以我變得比較前面 我是不知道剛剛有沒有錄到什麼聲音 或者是有什麼畫面讓我突然進行 我等一下會檢查一下錄影帶 我會在影片裡面再跟你們說 至於說會有人在後面摸我的頭 我剛剛是沒有這種感覺啦 也沒有感覺到什麼奇怪的異狀 也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甚至一開始那個蹦的聲音都沒聽到 那我等一下要看一下錄影帶 檢查一下畫面 搞不好會錄到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今天錄的時候就進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們訂閱分享和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我們下次見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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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